我没有钱,我没有钱,我没有钱。我失去所有。 一封七材的语音讯息,苦苦哀求电话另一头,根本不存在的蛇蝎美人,快点还钱。 美国这名金融诈骗受害者以为不值幸运找到爱情,还有赚取暴利的机会。 没想到却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,30年来辛苦存下的100万美元,短短几个星期内全被骗光。 根据美国FBI统计资料光是今年,全美就有超过2万人受害,损失金额直逼30亿美元。 巡线追踪,发现诈骗大本营就会在缅甸靠近泰国的边际,其中还包括恶名昭彰的KK园区。 CN团队直击园区戒备森严,卫星罩还发现短短三年内一片贫瘠的土地迅速被开发。 云区内的诈骗集团也开始以不服职务内容的职称广招人力。 证明顺利逃亡的印度移工,接入园区内的工作环境不仅拥挤,中国籍雇主还经常体罚,不服从不仅会被殴打,甚至还曾说过死亡威胁。 泰国当局强调将打击非法电信服务,但也坦诚对于境外的诈骗集团目前没有任何管辖权。 CN制定缅甸当局也未获得任何回应,民众恐怕得自囚多福,严防任何以交友名义要求投资的资讯,避免沦为主宰人才两时。